我老爸是真的狗 为了不让我当富二代 竟然跟我一起住了十几年的桶子楼 连上厕所都要跟别人抢坑位 我从小到大都以为我是一个穷屌丝 直到我用吃馒头省下的钱 带女朋友去高级餐厅才发现 我竟然是隐藏多年的富二代 有些东西生下来没有 你这辈子都男友了 文睿 你仔细想想 你跟我配吗 感情可以当饭吃吗 我只是一件上衣 就够你出去打工一年了 你凭什么说给我幸福 行行吧 这是现实社会 不是癞蛤蟆能吃上天鹅肉的童话世界 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正常的约会 没想到对方叫我过来却说了这些 知道我为什么会把你约在这吗 这种新极的酒店 我来这就像家常便饭 而你呢 你不觉得自己跟这一切都格格不入吗 这就是我的世界 而你的世界应该在两条街外 那里的地摊更适合你 我根本无法反驳他说的话 因为看着眼前的法餐 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吃 这时一个打扮的人模狗样的人走了过来 好了 明月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了 文睿 我们结束了 说完他俩就走了 还伴随着一阵宝石节的轰鸣声 先生 这些要收掉了吗 我还在想着明月刚刚说的话 对于服务员的话 我压根没听见 先生 这些我要收走了 我让你收了吗 我让你收了吗 啊 我让你收了吗 这就是你们的服务态度 这就是星级酒店的服务态度吗 服务员被我突然的行为吓了一跳 下意识的后退一步 你冲我发什么火 你被别人甩了 有火朝别人发去啊 刚才一声不吭 现在装什么逼啊 看你这废材模样 难怪别人甩你 呵呵 高端 这他妈就是所谓的高端吗 我去你马的高端 说着我直接把桌子掀翻 叮铃光浪的声音散落一地 咋 我看你赔不赔得起 也不看看这里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听到赔这个字 我瞬间冷静下来 保安 过来盯着他 别让他跑了 这是两个中年男人从酒店门口走了进来 一个是我的父亲 另外一个是丈夫的邻居 老赵 爸 我错了 是我冲动了 我清楚 在这样的顶级饭店 这一桌子最少也得一万块钱 以我家里的条件 这一万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砸 给我继续砸 啊 老爸 你说啥 我说 砸 今天你不开心 你想砸 就砸 一切由你老子撑着 张富话落 直接拎起身边的椅子 重重的摔在地上 你干什么 谁让你撒野的 爸 我错了 你别这样 老赵 给我砸 住手 你们给我住手 保安 保安快过来 酒店的保安 立马就围了上来 拦我 谁他妈拦我一个试试 疯了 疯了 一个小疯子 又喊来两个老疯子 你们都喜欢杂事吧 在新凯酒店撒野 我看看你们今天怎么走出去 这些东西 赔得你们倾家荡产 哼 小丫头 我们赔再多钱 也是赔给酒店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在这叫什么呢 去 把你们老板找来 找我们老板 你也配 都是一群刁民 刁民 一个都别想跑 报警 给我报警 一辆价值将近两百万的奔驰大G 急急地停在酒店门口 一名中年男人走下车 女服务员一看 面色一喜 老板来了 老板 就是那几个刁民 我们直接报警吧 看样子 你的管理能力很一般吗 我儿子的性格 我知道 能让他抱起砸东西 这恐怕都得骑在他头上 拉S了 对不起 大老板 话音刚落 女服务员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而我也是一脸懵圈 我在自己家酒店 砸点东西还报警 我问你 我砸自己家的东西 行不行 嗯 行不行 话没说完 服务员手里点菜用的平板 发的一声掉在地上 酒店老板此时一句话都不敢说 就跪在那 一副等候发落的模样 没啥事 你过去问问 我儿子气消了没 没消就让我儿子也砸一会儿 消了的话 就找人来打扫吧 是 老板 小少爷 您看这 儿子 这本身就是砸家的酒店 你想砸 随便砸 老子 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还他妈能让自己儿子受委屈了 听到这句话 我的CPU在疯狂运转 陷入一阵当机状态 就在一个小时前 自己最喜欢的女人 因为自己穷和自己分手 可现在 自己老爹 突然告诉自己 本是最好的酒店 就是自己家的 行了 臭小子 之前的你 太嫩了 所以有些事我跟你妈都没告诉你 走吧 有些事也该告诉你了 随后我跟老爸 走向酒店的那部私人电梯 老爸 你快告诉我 我是隐藏多年的富二代 没错 我摊牌了 你就是隐藏多年的富二代 臭小子 你现在知道 新凯酒店是我们家的了 那你知道这个酒店 是属于哪家公司的吗 爸 这我哪知道啊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来新凯酒店 倒也是 老陈 你来一趟 老爷 少爷 老陈啊 后面这臭小子的事 就交给你了 最近不是挺多什么拍卖会啊 宴会什么的 你带这小子参加参加 也好让他了解一下咱们老文家 在银市到底是什么地位 明白 臭小子 我们老文家的生意 一两句话也给你说不清楚 索性你就跟着老陈一边玩 一边了解吧 这张卡给你 你拿去用吧 里面有多少钱 你问着干啥 反正以你现在的见识 肯定花不完 用就行了 秦明月那个小丫头不值一提 不过他们秦家 是安市那边的家族 要是对秦家动手 我估计 现在的你还不行 得我亲自动手 要不要我把他们产业给买了 让那个丫头给你当秘书 啊 别 爸 我跟她的事情 还是让我自己来处理吧 嗯 不错 既然这样 那银市的生意就交给你去打理吧 正好你也毕业了 我跟你妈忙了这么多年 这次就出去旅游旅游 也赶我们歇一歇了 这 我能行吗 有什么行不行的 本来就打算等你大学毕业 就把生意交给你的 今天正好碰上了而已 早晚的是 此时我电话突然响起 是宿舍里兄弟打来的 文睿 不是说好了吗 毕业前聚一下你人啊 今晚咱老大可是大出去啊 选的大象酒吧 大象你知道吧 这里面消费随便就上签了 今天可得狠狠宰老大一波 咱长这么大还没有过 这么高端的消费呢 快来酒吧门口等你 你不来我们就不进去 行了 你快去跟你兄弟们好好聚聚吧 今晚是你第一天知道家里的情况 给你个任务 先花一百万 别告诉老子你花钱都不知道怎么花 零了零了零了 对了 等臭小子毕业那天 给我好好准备一下 我得让我儿子好好风光一次 也得让那个小丫头 看看我文家的实力 你回头找人 专门出一个方案给我 好的老爷 老爷 那个周氏集团的第四继承人 周凯到银市了 说是要拜访一下 老爷您 周氏表现出 想要入住银市市场的举动 如果他们想进来 咱们文氏 首当其冲 这种小家族的事 回头让那臭小子去处理就行了 让他看着办 就当给他历练着完了 直接把整个银市的生意 交给少爷练手 对少爷来说 是不是压力太 哎呀 无所谓 一个银市丢了又怎么样 随他折腾去 大不了把整个银市的公司 都给卖了 文睿 快快快 就等你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进去感受大场面了 除了宿舍的兄弟外 骑水还带了几个妹子 宿舍老大骑水 今天硬是带了一千五出来 打算好好消费一波 可谁知道 在这里买上十二瓶啤酒 就没钱了 还是坐在对不起眼的角落 哟 这不是骑水吗 穷鬼也学人玩夜店 怎么就这几瓶酒啊 都舍不得喝吗 文睿这穷鬼也在 被秦明月甩了 跑来借酒消愁了 恐怕秦明月看到 你面前这十二瓶啤酒 要笑死了吧 就你这样 难怪秦明月甩你 我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我就是在想 穷鬼 怎么就真的能认为 自己可以吃上天鹅肉呢 秦明月跟人家周凯在一起了吧 那周凯 可是个大公子呢 几位美女 不如 等会去我那桌喝两杯 汪哲说着 就指了下自己的座位 靠近酒吧中心 两瓶五六千的洋酒 摆在台座上 我们就不去了 随便坐坐就走了 随后几个妹子说 要去上厕所 结果等了足足半个小时 四人都没回来 刘露他们人啊 不会出事了吧 出事 你看看那边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跑到光泽那一桌去了 此时喝得正开心呢 卧槽 起水一看 起身就朝刘露似鱼走去 刘露 你什么意思 你说你想来大象玩 让我带你 现在你却跟别人喝一块去了 什么叫我什么意思 你带我来 要是二瓶酒 就是你带我玩 还不够丢人的呢 我都说了 穷鬼就别学人泡妞了 这大象也是你来的地方吗 刘露 你我也接触这么长时间了 你现在门口都是钱 怎么 钱很重要吗 对啊 钱是很重要啊 汽水有点不敢相信 这话竟然是从文睿嘴里说出来的 这穷鬼 看得到很清楚吗 不过既然看得清楚 就赶紧滚蛋吧 这酒吧不是你们这么玩的 的确不是这么玩的 不过汪者 这酒吧也不是你这么玩的 服务员 哥你好 有什么需要 把最中间的那个台子给我开了 文睿你疯了 那台子的低销是一万五 一万五啊 别犯傻啊 文睿 开那张台 服务员 别理他 他开不起的 不用搭理这种傻貌 你们那个981平的黑桃 有多少平 给我来多少平 哥咱们店还剩整整88平黑桃哎 价格算下来的 刷一百万你自己看着给我上 随着post激发出 逼得一声清响 意味着刷卡成功 服务员的心理 已经被狂喜所充满 这意味着这一单的提成 他都可以拿十万 今天给你个任务 消费一百万 你要是连一百万怎么花都不知道 就不要叫我老爸了 谁让你们过来的 让他们过来吧 本来就是一块出来玩的 既然老大开口了 那你们就来吧 他们满脸欣喜的跑过来 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自拍 这么有面子的事 不拍照发朋友圈怎么能行 服务员 来 把这些酒全给我开了 全全开 哥 这酒也喝不完啊 喝不完 喝不完就给我资地上 卧槽 文哥 之前小弟什么都不懂 多有得罪 文哥见谅啊 这一夜 之醉金迷 格外荒唐 一觉醒来后 我躺在一个豪华的房间里 这一切都太虚幻了 听说了吗 鲁白已经自己开公司了 毕业典礼那天 去咱们学校招人啊 真厉害啊 才毕业就自己开公司 你也不看看 人家鲁白老子是干嘛的 对了 周氏你听说过吗 总经理叫什么周凯 大企业来的 毕业那天也要招人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 千万不能错过了 要我说这种招聘文锐 最有机会了 他成绩很好 这种大企业来 辅导员都会优先推荐 文锐这种人 文锐有人家秦明月 哪需要咱们操心啊 秦明月估计都给安排好了 看到秦明月这三个字 我心里就万分难受 还有周凯这个名字 我还是昨晚听到 汪哲说了才知道的 我刚进餐厅 就看到两个人迎面走来 有意思 这酒店的消费 我记得不低吧 怎么什么人都能住得起呢 谁知道呢 或许是有些人觉得住这个酒店 就算得上市上等人 能攀高知了吧 还真是有了新婚 立马就放弃了旧爱呢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 感觉香水味里都带着钱的味道 文锐 你没必要这样 这样 我哪样了 真逗 明月不用理他 我们吃饭 还真真爱啊 服务员 他们要的啥 给我上双份 以前吃饭之前 都会先叫人一声老公 可是一情别恋了 说完秦明月的脸羞红 以前啊 第一口都是你用嘴围我 嘖嘖嘖 哎 时代变了 你说你最喜欢坐在我怀里吃饭 没我抱着你吃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细腰的手感真好啊 还记得那一碗 文锐 你够了 这位女士 请问我吃饭说话 跟你有关系吗 我们走 说吧 秦明月大步走出餐厅 头也不回 明月 你没必要搭理这种人 明月 这是老陈走了过来 少爷 下午的安排 是一场开卖会 老爷交代过 今天的东西 你看上什么 都可以拍下来 没人是我们的对手 我点点头 没有说话 自己老爹能说 卡里的钱花不完 看样子自家实力 都不是自己能想象的 脚子 什么来路啊 看着很眼生啊 拜山头了吗 拜山头 这个老陈 没有跟我讲啊 在银市 这一亩三分地 生意就这么多 你不拜山头 就想进来玩 你家大人 没教过你 什么是规矩吗 规矩都没学好就出来 这些爆发户 一介比一介 让人讨厌了啊 长得还挺帅的嘛 如果等点规矩 晚上我们可以约一下 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 这么没规矩 你家大人啊 哪一家的 城南那个做贸易的 还是城北那家做餐饮的 这是老陈挺好车 也走了过来 动人一看 立马变了一副嘴脸 陈先生您好 老陈这拜山头什么意思 这银市圈子 的确有拜山头的说法 没给我家少爷说清楚 是我的问题 不过少爷 拜山头 从来都是别人给我们拜 并没有我们 要给别人拜山头一说 但凡想要 在银市吃这口饭的 都得文家 同意才行 听到老陈喊我少爷 他们一脸震惊 他们本来想给进圈的新人 一个下马威 可谁曾想 这竟然是文家的继承人呢 哥 刚才的事是我不对 您千万别介意啊 文哥 您看您哪天有时间 脚地摆一桌 好好给您陪个不是 而我却压根懒得理他们 少爷 先进去吧 进去后我看到 高档沙发前面的桌子上 都有写名字 秦明月跟周凯这两个名字 引起了我的注意 但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 少爷 我们在上面 二楼是我们的私人包厢 二楼有一个半面透明的私人包厢 巨大的落地窗 能从私人包厢内看清外面 但却让外面无法看到里面 这时秦明月和周凯两人走了进来 少爷 这是秦家跟周家的人 这两家并不在银市的商圈内 很快拍卖会开始 漂亮的李仪姑娘手里 拖着一个个展品 等着台下的人出嫁 而我全程都坐在那里观看 从头到尾都没出过一次嫁 少爷 虽然在座的没有一个能跟咱们争 但您多少还应该一字一下 拍两件东西就当玩完了 行吧 那就玩玩吧 下一件展品是两张邮票 属于绝版 我加十万 明月你对邮票有兴趣 一个长辈过瘦 她喜欢挤油 我妈特意让我过来 把这两张绝版买下来 哈哈 秦家的小美女要真喜欢要 那我只能割爱不叫加罗 多谢成全 五十万第一次 五十万第二次 五十万地 一百万 老陈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不出声是因为 我不想现在就让秦明月知道我的身份 秦明月深吸一口气 当想叫价 老陈突然又开口 两百万 两百万 拍下两张邮票 这显然已经大大超出这邮票本身的价值了 明月放心 这邮票我肯定帮你拿下来 谁都拦不住 我说的 我把我爸掉了一下午 他终于忍不住承认了 我就是隐藏多年的富二代 还让老陈带我去参加拍卖会 体验一下富人的生活 二百万 这两张邮票 我们二百万买了 由于我们是在二楼 而且这个玻璃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 所以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存在 这位兄弟 我是安省周家的周凯 这邮票是一个长辈喜爱之物 如果可以的话 还希望兄弟哥爱啊 我出三百万 这个价格对于周凯还是有点肉痛的 但刚刚对明月都打了包票的 所以这个邮票他无论如何也要拍下来 周凯升落之后 上方包厢 久久没有出声 看样子 文家是不想得罪周家啊 文家是厉害 但也仅限于咱们引誓 周家来自安省 想来想去 都比文家要强 不过这还是第一次见文家认诵呢 呵呵 那只是你没走出去 如果走出去看看 会发现文家在那些真正的富豪眼里 也只算一个乞丐 三百万第一次 三百万第二次 三百万地 不管他出什么价 我这里都加一百万 老陈这话 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这文家说话 就是财大气粗啊 不管对方出什么价 都多一百万 这话谁敢说 而且看文家这意思 失铁了心 要跟周家对着干了 少爷 虽然咱们是这里面最有钱的 但还是不要太欺负人的好 老陈 这周家生意怎么样 周家在安省主要生意 就是一些渠道贸易 做得还算不错 在安省来说 也排得上号 我需要周家的一切资料 包括他们的合作伙伴 老陈心头一惊 他知道 我这是要对周家动手了 朋友 咱们生意人 讲究多个朋友多条路 这邮票是一长辈喜爱的东西 我必须要拿下 我出五百万 这一次 楼上包厢再次沉没 看样子 还是周家更猛一点安 两家都表决心后 文家认怂了 没办法 周家在整个安省 贸易业的影响力太大了 听说文家的一些生意 也跟贸易挂钩 如果得罪了周家 对文家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这些说小话的人 大多数都是 嫉妒我家财力的人 明月 你想要的东西 我帮你拿来 没人能抢 我会把钱给你 他说这话 看样子明月 也不想欠周凯人情 五百万第一次 五百万第二次 刚才我说的话 没听清吗 我说了 无论他出多少 我们都加一百万 我操 霸气 这句话说出来 太霸气了 朋友 你要叫价 就叫价 不叫 就滚出去 好 文家是吧 我周凯记下了 希望你文家 能一直这么狂妄 他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放弃了这两张邮票 事后 两张天价邮票 也被送入陈老的手中 我从VIP通道离开了拍卖会所 文哥哥真是好大手笔啊 六百万拍养文邮票 看样子 文哥哥可不像表面上 这么看着平易近人呢 哦 你就是说 我长得帅的那位吗 文哥哥 我叫李诺 李朝阳的女儿 你说邀约我 我今晚就有时间 嘿嘿嘿 文哥哥你还真是着急呢 像你这种身份的公子哥 不该等着我主动贴上来吗 刚才我就看到 秦明月出来了 而我现在的表现完全 就是为了演给秦明月看的 明月你这钱男友 手段还真不错啊 只过了一天 就已经和李朝阳的女儿 抱在一起了 关注他干什么 明月 这文睿对付女人是有一套 不过男人 还是应该自己 有点出息的好 不然光想着吃软饭 这种人 跟社会垃圾有什么区别 说完他俩就走了 好了 文哥哥 人都走了 你不用再拉我演戏了 演什么戏 我又不是傻子 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 记得邀约我吃饭哦 这是我电话 一辆宝石节车内 明月你怎么了 没事 有点不舒服 你到前面停车吧 我先回去了 你不会还想着文睿吧 是你主动放手的 从此以后 他跟你都没什么关系了 文睿 明天的毕业典礼 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少爷 有一份资料 关于一些新崛起集团 想要进圈子的 都需要少爷批准才行 其中一个还是少爷的同学 叫鲁白 希望你的实力 能配得上你的高傲 周凯 鲁白 你们还想进银式商圈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第二天学校毕业典礼 文睿来了 我们的大学子啊 拿了四年奖学金 这一毕业 可得有不少公司 抢着要你呢吧 要我说啊 你们多管闲事了不是 人家秦明月 恐怕早就给自己的如意郎君 安排好了吧 这话一出 不少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秦明月身上 秦明月并没有显得慌乱 我跟文睿 已经分手了 分手了 分得好啊 我就说 文睿这种表思 凭什么跟明月在一起 文睿你早该照照镜子 好好看看自己 你有哪一点 配得上秦明月 哼 你就是鲁白是吧 我配不上 你就配得上了 当舔头 也不至于这么早就出来叫吧 你他妈说什么呢 行了 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计较的 一个穷逼而已 无所谓 这在学校里 他还有勇气叫唤几声 等离开学校 进了社会 就这种人 哼 垃圾 快快快 招聘开始了 慢点就赶不上了 走走走 文睿 快走吧 你在学校里 是好苗子 可这一毕业 又是新的人生 收起你的坚持 更傲气吧 听说鲁白的公司 待遇不错呢 不然你等等 跟鲁白说说好话 都是一个班的 他应该是愿意 让你去他那上班的 哼 不用了 我有更好的去处 哎 真想不通 你干嘛这么要面子 在前面前 面子算个屁啊 不听就算了 说完他就跑着去参加招聘会了 这次的毕业招聘会现场 格外的火爆 同是本次毕业生的鲁白 并不在这投递简历的人群当中 相反 他坐在一个招聘会上 文睿 要不要来我公司面试 还差一个扫厕所的 我觉得很适合你啊 鲁白哥 你好坏呀 文睿怎么说 也拿了四年的奖学金呢 到底这就成扫厕所的了 有有有有有有有 奖学金 有个屁用 他在我这 只配扫厕所 出了学校 就这种人 我连看都不可能多看一眼 和别人疯狂 投递简历不同 在秦明月那 不少公司人士主动找上秦明月 询问秦明月的意义 这位同学 我们公司很不错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的简历 我看了 非常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 长得漂亮的女人 永远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机会 尤其是像秦明月这种气质 跟长相俱佳的女人 各位 这是就免了吧 秦明月 已经在我们周氏集团 任职副总了 我想我周氏的副总 应该不会比在座的 任何一位要差 卧槽 周氏副总 太强了吧 秦明月就是秦明月 我们还在水里扑腾 人家秦明月 已经战上巅峰了 秦明月跟文睿分手 真是太对了 你看周凯周总 太帅了吧 年少多金 不知道比文睿强多少 你拿文睿跟周总比 这不是侮辱周总吗 此时的校门外 老爷 我明白 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旗下 有18家公司的上任书 都写好了 等等就会让少爷 去签字 对 我就在学校外 准备去找少爷了 在老陈身后 十两劳斯莱斯 整整齐齐的停着 文睿 老大 你们来得再晚点 招聘会都结束了 还说呢 都是你小子 那天搞那么严 我感觉今天都还醉着呢 早上起来头猛猛的 行了老大 那天就你喝得最欢 那天流露所一声齐哥哥 又一声齐哥哥的 叫的那是个甜啊 别打去老大了 快去投简历吧 汽水三人 这才反应过来 今天是干嘛的 连忙攥着简历 朝那些醉口的专业走去 鲁白哥 之前你看过我简历的 你觉得怎么样 嗯 垃圾 鲁白这突如其来的话 让老三一脸懵圈 站着干嘛 爱眼部 滚一边去 鲁白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前说好的 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跟我说好 你是个什么玩意 我现在话就说清楚 凡是跟文锐有关系的人 谁也别想进我的公司 明白吗 鲁白这话一说 老三顿时明白原因 鲁白 你他妈又是什么玩意 老子还不稀罕了 另一边 汽水跟宿舍老二 都拿着简历 在周氏集团的人事前 周凯的身影出现 让这两人滚蛋 我们周氏 也不需要跟文锐有关系的人 哪怕说一句话 离得近一点 也别想进我周氏 周凯这话一说完 汽水两人当场脸色一变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文锐竟然跟周氏也有过节 而其他公司 看到鲁白和周凯的表现 也不愿意给我们宿舍的人提供岗位 此刻老成熟捧电话 老爷已经全部准备完毕了 学校那边也跟校长通知过了 等等就会安排车队进去 消息没有走漏 少爷还什么都不知道 干得不错 那个秦家的小女娃 竟然还看不上我儿子 真是搞笑 对了 瑞瑞那几个社友调查的怎么样了 家底干净 那就行 他那几个社友没少帮他 咱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等等给他们也安排些职位 让他们历练一下 那几个小子品性不错 磨砺一下 以后能成为瑞瑞的左膀右臂 好的老爷 我会安排好的 随后老陈拿出一个对讲机 准备尽效 车速控制在一样的 让直升机也准备起飞 什么狗屁招聘会 不去就不去 我还不信 这么大个银市 还找不到工作了吗 我倒想看看 银市有哪个像样的企业 敢要你们